想见你新情报不一样的新鲜事 大家好我是一博成 展开嘴 你这个症状配合吃药最好 加上配合针灸 恢复的快些 最大的不同点就是 我们的个性吧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活泼一点 那陈运之这个人比较闷一点 他比较内化 我非常欣赏 陈运之他这个人非常执着 对于什么事情都一样 然后导演为什么会写上我 我想可能是因为 他值得我帅吧 你认为这部剧里最正的三观是什么 我觉得稍微比较正常一点就是 我这个角色陈运之了 但其他人好像都会有一点 他们性格上的一些特点吧 在这部剧里你说 所以遗憾的点是没有开枪 小问一下 现在有没有接到一些不开枪的剧本呢 在那对开枪这件事情 还会有执念呢 很遗憾是没有了 那对于开枪这件事情 有没有执念呢 这件事情我可以跟你们讲 我就拍完这部剧的时候 然后回家嘛 然后我就买了那个 两支那种 就是哇 撕BB弹 它就它是像那种 它的手感就跟真枪一样 对但是它是玩具 然后它我就 我就回家嘛 然后拿那个枪 然后就到处 到处乱射这样 给自己改写一个有开枪剧情的剧本吧 现场简单免疫一下 你就这些货也想呼隆我啊 我看你根本是找死 哪一场戏NG的刺 NG的刺是 呃是在刚开机的时候 有一场戏是 我帮那个 整二楼煮面吃 我要握着他的手担心他 结果那一场戏 因为刚开机前两个礼拜 其实我压力非常大 那时候握着他的手 然后就看见他的脸 有些事 放在心里 然后导演就说 你这个始终眼神没有进去 我那个 那个大概是NG 十几次游吧 之前的采访都是和毛泽老师一起的 这次单独采访 给你一个对毛老师喊话的机会 此时你最想对他喊一句什么 子轩哥 拍戏辛苦了 拍完赶紧过来跟我一起接受采访 江岳楼和陈鱼芝互相而言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我觉得在恨君里面他们是互相拯救 互相扶持的 互相扶持对方的 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因为像江岳楼 因为像江岳楼他 他虽然就是像刚刚说的 虽然他是很努力的缉毒警察 不过他心里也有一定的心理缺陷 所以他必须要陈鱼芝 那陈鱼芝也需要江岳楼这么一个 敢勇往值钱的人 在他面前 第二次来想见你APP做客了 两次见面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现在第二次嘛 然后我就觉得 大家都比较冷淡一点 会在演员的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吗 有没有考虑过参加一些选秀综艺吗 有考虑过 有考虑过 那当然也会在演员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因为这是我已经决定好的 要走一辈子的事情 那综艺的话 我觉得是很想要去尝试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真的蛮好玩的 深为密室逃脱的猛男坦克 你觉得自己逃好的身影 有应该用什么词语来说 呃 忽悠庞然大悟 法山倒树而去 对于重粉达人这个称号 Eboss觉得最近做过最重粉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最近最重粉的事情就是会 空降到我的群里面 然后一直跟他们聊天这样子 你觉得美颜特效后的年和现实的你有什么去年吗 美颜特效能让自己的年值下降吗 要看有没有很严重的那种 如果是那种很严重的话会的 那如果是一点点的话那可以 你觉得自己最像哪个卡通人物或者动漫的 死神里面的黑漆户 最近和工作人员认为一件什么样的事件 想要有什么分析 哦哟 就是呢 昨天呢 我在机场 然后呢 我买一杯果汁 我不小心那个机票就落在了地上 然后还是有个路人过来跟我说 诶那个不好意思先生 你的那个机票掉了哦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帮我去拿 然后回来之后他们就在群组里面开始讨论 我开始丢三辣四啊 然后就 常常望东望西 我就说没有啊 我平常 我是今天东西太多了 不小心分心了 对 这是唯一的分歧吧 你最想和全能的陈医生学习要什么技能 其实我蛮想向他学习 替人治病这一个技能 我觉得很有用 抖音的卖萌视频都是自己真情实感想要卖萌的吗 不是 原生年龄一段 这里是中国台湾我生长的地方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这里是中国台湾 我生长的地方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我教贵的小公主 先唱《恨君寺江龙乐》的主题曲 风声呼啸 于是尘埃未落 你我都无愧这一线磊落 即兴创造一段想见你的主题 你可以去唱歌跳舞 Rap或者演戏 那就唱《想见你》吧 想见你 只是想见你 未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 穿越了千个万个 时间线里 但人和理想与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文贵